好 2月14号是夕阳情人节 不少情侣会送上玫瑰花表示心意 那么相较前两年疫情关系买气下降 那么也随着疫情解封国境开放 买气呢是逐渐的回升 不过今年玫瑰花产量少 需求增加价格翻倍 红色玫瑰花一朵最贵来到150元 花店老板是薄利多销 不少民众还是愿意应景掏钱 表示爱意 2月14日夕阳情人节 不少民众会选择送花向情人表达心意 近年受新冠肺炎 国内节进口玫瑰素减少等影响 情人节这天玫瑰花批发价格 价往年还要高 花店老板表示 台北一朵红色玫瑰花要价约200元 花林业者咬牙苦撑薄利多销 红色玫瑰花一朵也要50到150元 买气有回升 大概回升多少成 回升两成 回升两成 然后花架是有差不多涨三四成有 天气不稳定认 然后加上需求量多量少 所以它的花架是特别的贵 今年还是贵还是有人买 只是就是量它的有缩小一点点 可是买气是不错的 人潮大概从什么时候出现 早上一到早就出来了 有的上班就先订花 我们要送花 我们今年是推出这个提栏 不错的提栏 买气最多的是这个 业者表示 14日这天较有明显的买气 尽管万物皆涨薪水没涨 还是有民众送上3000元花束给新营的对象 也有民众发挥创意 送上实用的花野菜花束 为了方便民众 花店除了外送 也有现场配置好 方便携带的组合公民众选择 今年从春节以及情人节 买气都较往年增加两成 接着讲报应 华林师报导